哇塞小伯伴 你怎么知道我正好缺太耳金啊 送我一屋子的太耳金 那我就不客气了 雅姐 这不是我送你的太金 我们是被暴发户村民的太金监狱关起来啊 什么 这是太金监狱 小伯伴 她们为什么要关我们啊 因为这里是暴发户生存 我实际上村民都成为了暴发户 而玩家自偷到死不冲 会永远被村民当成奴隶 我们只有逃离监狱并赶来卧师才能回国正常 可恶的巫师 还好不是鸡岩监狱 暴发户村民管制人傻前都 用太耳金做监狱 我直接挖开不就行了嘛 你给我去 这哪冒出来的杀人 说明啊 不好 这是无数的保镖 一旦发现有人想孕育 杀人就会出现抓捕我们 也好只用一只杀人 把他推到墙角解决他 小伯伴 你千万别再动监狱啊 臭表妹 要杀人看守你不早说 差点火的头都要被他吹爆了 你有没问我呀 无时是有多更玩家呀 把这村民都变成了暴发户 却把我们变成奴隶 指不定哪天就被嘎了 我可不想在这狗袋啊 快想办法逃出去 可是一步和监狱不吼杀人出来 怎么没办法任意呀 嗯 这里啥有没有 只有一张破碎袋 这怎么吼啊 还有了 抱歉 我们可以躺在睡袋里 一空空啊 这样就算杀人感应到 杀人也躺不到我们 先利用睡袋挖好一个洞出来 然后马上起床 就能从洞口逃出去了 好像真的不会被杀人打了 小伯伴 这都都亏了我啊 对对对 你说实在就是啥 好了 洞口已经换出来了 接下来就看速度了 冲冲冲 嘿嘿 成功逃离监狱 杀人体型太大 靠在门口出不来 臭杀人来打我呀 那些小伤脸 千万不能被巫师发现了 咱们先进房子里搜索 有点永远的物资 他们都出去玩了 房间里刚好没人 哼 果然是冒发护村民 他里的好东西不少呀 嘿嘿 我们这一算不算是 劫富巨瓶做好事 不好 我们又被闪人发现了 快就快跑 小两位怂什么 现在我们也有装备了 干干 越去 诬陷召唤杀人 这 怎么越来越多了 只要攻击其中一只 只可一群闪人出来帮忙 我知道了 细杀人都是靠地下神殿的 招呼核心召唤出来的 只要我们破坏了招呼核心 就不会再出现杀人了 放了一化气进入山墓神殿 山墓可以将中炎变成透明状态 用这个光法可以直接去最底层 再把招呼核心取下来 没有了能源就不会固执杀人了 是巫师 可恶 居然把玩家灯蒙虑 没有杀人帮你 我看你还能躺住我们手上的武器呢 但剧毒瓶把巫师困住 要刷虫炮 卸尸巫师 连致命运进 不 为什么我总是被玩家欺负 成功的外人巫师 我们的能力是分解除了 不过小伙伴 我刚才说 总是被玩家欺负 是怎么回事了呀